人有不受侵犯的自由 生物也甘有不受倾吓捕捉之权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在看五戒仪轨 那么先讲说五戒 五戒其实古代的话 世尊给弟子授三规的同时 他其实就是授五戒 何以顾 因为做个佛弟子 你说去杀道淫 杀道邪淫 这是不对的 那不可能 那么要说 我们说要翻邪归正 要归怎么正呢 就是要 你的行为上必须要是 不要有所违犯 一个不当的行为 这个不当的行为 你可不可以叫做是个道德呢 勉强也可以称为这种道德 但它不是一般的道德 戒律不等于一般的道德 如果它是等于道德 他就讲道德就好 干嘛讲戒律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要知道 你们在回家的国家 那一夫四妻是道德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在西方的国家 爸妈把十八岁的小孩送出 送出去家门外 那么爸爸妈妈称自己 不是 儿女称自己的爸妈叫做 称他的名字 儿不称爹不称娘的 这也是道德的 把爸爸妈妈送进疗养院 这他们来讲是合理的 那么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一神信仰 告诉他们的是说 父母跟儿女各自都是上帝的子民 他们并不应该互相仰赖到 超越对上帝的仰赖 爸妈如果你要仰赖的话 你要仰赖上帝 你不能仰赖钱 也不能仰赖儿女 所以如果需要的话 那你去住养老院 那么儿女不是你的财产 儿女是上帝的 所以他们就发展出一种 所谓的 包括德国 他甚至于容许怎么样 容许儿女跟爸妈 基于经济的问题 切断那个什么 父子关系 因为父子关系 我说财务我就不继承 当然有这种说法了 像这一类的 你会觉得 这是没道德的 不 在他们来讲那是很道德的 那是基于他的宗教信仰 所以说道德不道德 有时候是受这个环境的影响 那么因此佛教的戒律 他当然是道德的 他不会是不道德 不道德就叫做什么 叫做戒进去 戒进之去 就是不应该是戒的 他成为一种戒 你比如在印度当年 有人在禅定当中看到有那个 鸡呀 那个鸡呀 他因为过去有修 就他虽然不信做鸡 他是最后一做鸡很难听 不信投胎是鸡 然后结果呢 后来他最后一次 他就做人 不不不 做升天去了 就有人在禅定当中看到 误认为说 学鸡可以怎么样 可以升天 也有人看到牛升天了 他就学做牛可以升天 那时候特例 他把他想成这样 就是戒进去见 那么这个戒取见是什么呢 戒取就是因戒得善果 他就认为某一种善果呢 是因为怎么样 是因为某一个戒律的行为 或者某一种修行的行为而来 他就觉得这样很好 他就怎么样 他就觉得说 做什么一定得什么样子好的结果 其实不是的 因为赞美上帝你因此得解脱 没有 赞美上帝就是到上帝的国去 他有他的国度 因为他有福报 他其实是什么 他其实是他话之在天 讲起来 他有两种上帝 一种上帝是在 是在第四成天 是在四禅天里 他是没有脾气了 可是你看看西方的圣经里头 上帝是有脾气的 他生气起来给洪水 才会有诺亚方舟 你们都没看 不知道 我一个高中我会去读圣经 我各种宗教的接触 诺亚方舟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你 亚当夏花偷辞进果 偷辞进果 上帝试探说 我制造出来的亚当跟夏花 会不会忠诚于上帝 结果你不忠诚 我叫你不能投资信果 你也投资信果 这个时候对上帝来讲 他就要视线他的能力 万王之王的能力 所以他视线毁灭 毁灭的话 那你就把所有的物种 通通带进了 诺亚方舟 然后那个方舟 大洪水来的时候 方舟浮起来 人类少分的在那里存活 然后延续成今天 他的教义是这么讲的 所以他是会生气的 你是我制造的 我又试探你 忠不忠诚于我 这是很恐怖的 试探人家的忠诚度 是很伤害彼此的 夫妻千万不要这样干 人都是烦恼的 要保留什么 保留一点空间给对方 是这样 但是一向也很难 我们在情人眼中 龙家伊丽莎 古人讲的真的很准 是这样 所以又要试探 又要不试探 很难 这就是苦恼之相 那么这样子的观念 他就具有一种 这个道德的 就从宗教而建立道德 所以西方人认为 道德绝对是跟上帝的意志有关 所以西方他认为 如果一个人是没有宗教信仰 你这个就不会有道德 他是这样讲的 华人社会里不是这样 华人社会里没有宗教信仰 我照样有我认为的道德 忠孝仁爱心意和平 就是他的道德 温良公俭让是他的道德 是这样 但这个道德没有背后的 上帝的超越性 或者是万王之王的能力 给予笼罩 是你自己学来的 这样听懂吗 结果变成 华人的道德感 没有一个更高的神 在做要求 在做观察 怎么办 后来等佛教传入的时候 他开始有所谓的 什么呢 每人头上三尺 有神明 这种观念 他才建立的 三尺有神明 这种观念才建立的 那么地狱这种观念 早在印度才有的 传入了中国之后 被道教吸收之后 他开始也讲到 有地狱有神 这个时候他的约智力就出现了 他不是创造主 但是他可以审判你 这种观念就出现了 其实佛教既有这个 也不是这个 他讲 佛教讲的审判 不是真正有一个闲闲没事的 专门来干审判官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阎罗王 他没事 他来审判你 然后他的官阶还有别人来授予 他其实 不是完全这样 他是怎样 他是因为夜感所生 他天生就是有正义感 但是呢 他注重世间的道德的同时呢 他也有大日 他其实是阎罗王寺 也要视线日 那他其实在地狱里头 很多的阎罗 各殿的阎罗 其实当中的阎罗 有些阎罗是自杀而死 所以他每道实践一到 他要再死一次 然后才又活回来 然后才继续干他的审判的事情 那就是夜感所遭 夜感所成 到了道教里头的观念上 渐渐就把他建立成为一个宇宙观 那个宇宙观就是有个玄天上帝 有一个始祖老母创造人类 然后玄天上帝来管理这些制度 创造者不是那么重要 而管理制度的玄天上帝等等这些 这些天先帝 才是人间祸福真正的来源 他就讲到这个 类似这种观念呢 在佛教确实是有 学术界他认为说 你这个是受到印度教的影响 其实不是 他本来法界当中就有这样子的众生相 你好像说 平平我们都可以做公务人员 为什么有人愿意去做警察 他的姻缘就这样做 他就具有比较 有那种正义感 然后又具有比较霸气的这种思维 他就愿意去做警察 拿着武器上班 这很好的呀 别人没有他有啊 就有什么这种意思 这是业感所造 人类的心 需要 他就会出现 你的业感 有会这样子的一个恶 而又自己不承认 他就会有个业境来证明你做过什么 以及你在这个业当中你要受什么报 那都是你的心投影出一个影像来 自我说明的 好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形成了所谓的道德观念 那么别忘了 戒律算是一种道德吗 它是 但它也不是 也就是道德它具有什么 它具有血缘性 地区性 还有具有不同的宗教 有不同宗教之下所形成的道德 还有不同的文化也形成不同文化的道德 是这样 你比如说在 在西藏 在藏区 在西藏呢 因为他们资源不足 但是他们又要延续后代 那么女重呢 就变成是很重要的 就要像说羊啊 母羊 母牛重于公牛 为什么 因为母牛公牛 母牛它能够生小牛 而他们的财富是以牛资的多少来分的 所以母牛会更重要 同样的道理呢 女人在社会里头 在藏传的社会里头 西藏人的社会里头 它是具有比较高的地位 因此呢 穷的男生 兄弟两个人 可以共同娶一个太太 那分初一十五 还是 还是什么 他们就跟他 就在一起这样 一个女人可以两个丈夫 三个丈夫 就是兄弟 在我们来想 这什么跟什么啊 就这样吧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能维系一个经济活动 跟生养儿女 跟养一位太太 生养儿女的时候呢 这个人口能够增加 将来我的族群才能庞大 支撑我的生活 像这样子你说这是道德吗 对他们讲是道德 在华人呢 那极为不道德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不要把道德的过度的神圣性化了 在佛教的戒律才只有唯一是神圣 何以故 佛教戒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完成道德 道德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完成社会的稳定发展 你看哦 藏人有藏人的 回教徒有回教徒的 所以不同的文化跟宗教信仰 他会基于这不同的需要而产生不同的道德感 然而我们就看出来 他是有差别分别的 或者是说有生命有不一致的 可是戒律一致 此地他方只要有人类我执的地方 所有的戒律都是一致的 两个目的 自我解脱 成就佛道 就是两个目的 一切的戒律都是在讲这两件事情 成就佛道具足慈悲的意涵 自我解脱 具足礼遇的意涵 所以他具有礼遇 跟悲悯利益界众生 这两个大方向 讲白了就是什么呢 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利益一切众生 这是佛教戒律的最根本意涵在这里 放到全世界全宇宙去 他都具有这三个意涵 他不受文化影响 他也不受任何道德 这个宗教的影响 哪怕你有信基督教天主教 你今天守的佛教的目的 佛教的戒律 如果你守的话 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成佛跟利益众生 离遇 利益众生 而成最终 最后让一切众生皆成佛道 这是根本意思 所以你们来受这个菩萨 受这个五戒 看起来是离遇 就离遇什么杀神欲望 杀嘛 第一条 五戒的第一条杀 第二条 偷盗 不是你的你去偷 包括 不当的逃税 合理结税OK 但不当逃税不可以 这样子知道吗 再来呢 这个 这个 鞋银 就是 婚姻之外的一个男女性行为 才是正犯 那如果婚姻之外的男女爱恋行为 那就是 那就是有犯 但不正 就是不是犯到最究竟就对了 他的最究竟的鞋银犯法是说 我已经有夫妻关系 约定为一个夫妻关系 但是我另外有男女的性行为爱然 还没到性行为 那就是叫做接近重犯 还不是正犯 再来 满村 不算犯 不算正犯 为什么 因为满村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夫妻的一个背叛行为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什么行为 他是一种欲望的染爱行为 他还没有建立一个新家庭 也没有一个所谓的 没有一个所谓的 我不爱你就爱他了 不是这样 所以说他不正犯 是这样 满村 就是说这种行为 男女都一样 当然在中国祖师来看 这不行啊 这是没道德 是这也算是有没道德 但没道德有很多种接次 他还没到最重的重犯 不过当然我今天来谈这个事情的话 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干这种事 很难看 所以 我们汉人还是不太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所以说这个不要做 那么再来就是饮酒 饮酒 还有一个撒谎 就是说讲妄语 讲妄语是怎么样叫做 买卖东西说 这个没有赚你多少钱 才赚你三块 其实你赚了四块 但是你说你才赚三块 这种叫做小妄语 有时候做生意什么的 你可能真的会去讲这种话了 那么这样你就心里头默默的忏悔说 啊不对 这样OK 他真正不能让你犯的是最严重是什么 假装你开悟了 假装你证阿罗汉果了 或者晚上睡觉做梦是梦到你阿嬷来 然后你说有神来鬼来 有什么神通 有什么圣人来 乱说一通 这样懂吗 你明知而又乱说这种 你修行正果这样观念 真正不能说的是这个 那平常这种小小的这种 这种比较没那么严重的 这种小利益性的 这个欺瞒 不正犯 但也是犯 叫做侵犯 侵犯要对一个事物 当念求忏悔 说我犯了一个妄语 讲骗话 讲谎话 那么有一种话 到底可不可以 就是比如说 他的老太太的儿子车祸重伤了 结果他一直没回到家里 老太太问你说 你们看我儿子啊 这个时候你不能说 他车祸了 他会一听的心脏麻痹死亡 这个时候你害怕这个老太太 承受不起这个压力 你就跟他讲 哎呀你儿子很好啦 现在因为他忙啦 这慢一点再回来 你放心 你有什么话 我帮你交代一下 你讲这种话 你讲这种话 基本上是善意的谎言 有没有犯 有 犯的有点小罪 但是你的功德更大 所以比较起来 还是要犯 这不得已的 懂吗 也是有小罪 但是你的功德更大 做菩萨的人 他不怕小罪 他要利益众生 这样了解吗 是这样子的 再来就是饮酒 饮酒的话 就有人就说要酒可不可以 那再来小酌两杯 不伤身也不乱性 这有什么不好 何况我喝的是红酒又很健康 这个是这样子的 防围杜鉴 戒律上是以防围杜鉴来说 不是说你喝了酒马上死亡 或喝了酒马上就乱性 但为什么他说滴酒不沾呢 他意思就是说 你喝了酒了 你越喝越多 你就越来越不可收拾 所以他防围杜鉴 但是有一个事情是例外的 就是说拿来入药 不醉人 做药饮子 或者非得要喝酒 你不能治病 有人的病是要做药 一定要拿酒来做药 这个当然OK 至于说老人保养 喝个药酒 这基本上这就不算是生病 那这个理论上说是不容许 不容许 不过你自己看得办 就是说在这方面 你真的身体很虚弱 你不是真的贪悲物 那么这样的时候 有药酒的话 有些法师们是认为说 应该是还可以开源 我个人的感觉是说 你在可跟不可之间 有时候很难取舍 还是以严谨一点就比好 这样知道意思吗 但拿它来入菜 比如说那烧酒 素鸡 弄一点酒 最后把它滚了之后 有香味 但不会醉人 这是可以的 那当作食物 比如炒那个芥兰菜 我们华人会炒 冬天的芥兰菜 这里没有冬天 那么炒那个芥兰菜的时候 快要起锅之前 你把那米酒 从锅边这样一扫 它有一种酒香 但是它不醉人 因为量也少 第二个它酒精蒸发掉了 那个是拿那个来配 配那个味道而已 基本OK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么这样就是杀到 杀的话就是断命为之杀 乃至于诅杀 赞叹杀 这都不应该 赞叹杀不应该 那么杀 那么偷盗就刚讲了 还有偷盗还有一种概念 就是说你在寺院里头去乱用一通 把人家东西乱用 肥皂的话呢 你一个人洗 洗了一块 把一块给洗完 你是怎么洗的 一整块把它洗光了 这个就怪怪的 是吧 恶用 或者是不小心 但是应该小心 你没小心把它用坏了 那你就着量去赔偿就可以 这样了解医生吗 我们就尽量这样 那饮食参加法会 事务不会跟你收饭钱的 至少在台湾基本没有 大部分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自己觉得说 我是来修行的 我就着量供养常住一些 balance一下子 这样OK 那即便是你没有供养 你因为你是来这边修行 大家同意说你来饮食 就算你不供养 基本也还好 不会有犯戒的问题 这样了解吗 就是说我们怕说 我们修的没那么好 有点清损常住 用电用水是不是有过头了 这样 那我们可以补贴一些 这样了解吗 总而言之到寺院里头去 最害怕的就是说 清损的常住 朋友都偷到 我说接下来就国家税收 国家税收要小心 还有国家一切的那种 还有公司里头的东西 那是私人公司 你乱用 也是不行 假公济师 假司济公都不对 都不对 都是有偷盗的小贩 方便罪 这样 杀到淫妄 是这样 接着就说 那婚前性行为 那算不算邪淫 早年的话 古德祖师有比较倾向于 用一个逆向的说话 说夫妻以外的任何性行为 都是都是邪淫 那其实后来南传跟藏传佛教他们的说法 他们所学的就不太一样了 那么这样子呢 他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守护的关系 在经上有说到说有这么一个女子 她是做妓女 那么她呢 没有所谓的邪淫问题 为什么呢 你跟她行影也没有所谓的邪淫问题 就是因为你没有伤害 伤害到她的守护 但是她是犯罪的 这没有正范而已 是邪淫的禁方便罪 是妓女 那为什么会这样 她有解释 她解释什么 她就是说 她做妓女是 她的先生 她的儿女 或这个国家认可的 你比方说丹麦 丹麦的话妓女是有牌照的 是有牌照 那么也有专区 专区在那里 这其实相对好一些 因为这样就不会地下化 有些妓女 因为她不能够成为一个正式国家管理的对象 她就被地下化 地下化你想会谁来控制她 黑道 毒品 还有疾病 反而更糟 了解意思吗 但她如果是一个古来最重要的一种行业的话 她是用人类换不掉的一种欲望的话 她就应该要在国家的保护跟管理之下进行 反而干净 反而她不会受害 她就去上班 下班回来 没有人能够控制她的生命行为 也不用毒品来控制她 干净多了 这样了解意思吗 但现在你把地下化了 你说国家不干了 国家不干了 还得了一个好名声 说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承认这个妓女的行业 但她地下化去了 其实害了更多女众 而且常无纳垢 这就是一种 这是一种 你要说伪善这太重了 但是其实她不误实 佛陀非常有智慧 她误实的 她是误实的 她说那那个就是属于那个 只要在合理的观察跟管理制度之下 那属于一种合理行为 所以她没有说她是协议 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 相当多的妓女 证阿罗汉果 为什么 都直接证阿罗汉果 很吓人 为什么 因为妓女一定是辛苦的人 是这样 那么就证阿罗汉果 当然有一种说法说 女人的性 可以变成商品吗 本来就是 自古以来一直就是 男人女人之间 本来就互相做一种买卖的 很多情况是这样子的 这个并不是把女人物化 男人也被物化了 男人的能力也是被物化 所以不必要那么高的一个 一个调侃式的 那种道德 伪道德思维 来放在这些 人类苦难的欲望之前 佛陀非常有智慧 佛陀没有主张 要嫖妓 完全没有主张 但她知道 没信佛 没修行的人 与其你让她去强暴女人 你应该让她正常化 这样了解意思吗 像印度现在 一直有这个问题 我都要想要纠集钱 化缘 对全世界 我想要做一个 向全世界化缘钱 来让印度政府难堪的事 已经有机会了 我昨天才知道 昨天才刚知道 有这么一位 农村的男生 她很有正义感 她在赤婚年龄的时候呢 被她爹娘的子明的一个太太 她们就真的像印度 像台湾 像华人一样 是爹娘在安排婚姻的 到现在还这样 印度很守旧的是这样子 然后呢就 就被子明说 然后她就跟她的未婚妻就没见面就这样聊天 没有感情 对 没感情 但你注意听 感情是培养出来的 你看看那个 那个 我这样比喻不好听了 一只狗狗 纯种狗狗 公的 被拉去跟母狗 纯种母狗要配种 他们刚开始见面也是互相咬 然后就把她关在同一个笼子里 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 三天他们就形影了 所以呢 我告诉诸位啊 欲望 我从小学就在思考 到底爱情是什么 爱情有它的绝对神圣性 还是因缘性 她其实因缘性 但也有一定的神圣性 她 你看看 大家都说嘛 罗宾佑朱丽叶好伟大 对不对 爸妈都阻挡的时候 他们还是有 你看看那个谁 牛郎语之女 对不对 好辛苦耶 一年才能见一次面你 对不对 但他们都没变心 你看看 所以 流浪子女永远流传为一个被赞叹 情爱的坚韧 它是被人类所赞叹 确实也有一定的价值 但它也是缘起 要没缘 两个人再怎么样 就搞不来 但是缘 既然讲缘就是可以栽培的 既然是可栽培的 它的唯一性就不存在了 听到没有 非你我不降 非他我不去 这是这一次的因缘这样子 下一次 谁知道 因缘就这样被栽培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 小学我就在思考这个事情 因为觉得很奇怪 到底它应该怎么发生 那么最后呢 佛教徒 不能够说 感情就跳开 不是 要在感情当中修炼 要在感情当中 中国人有这么一句话 讲得非常好 夫妻要恩爱 不是相爱 相爱也会相害 爱也会互相妨碍 但是恩爱就不同了 茫茫人海 你不爱别人爱到我 是算你倒霉 还是算我有幸 都不知道 但是茫茫人海 你爱我 我愿意爱你 我们一定要让他成为一个好的ending 好的真相 那叫做恩 你懂吗 我们在孤独当中找到了退方 他找到了你 那一定要有恩 所以不要太去比较 谁比我更好 谁比我的老婆好 你要这样就没恩了 你要知道 你还是一个穷小子的时候 这个女人愿意嫁给你 你这个基优谷 还是一个地雷谷 都还不知道 听懂我的比喻吗 你将来会很挂的 很难看 还是将来很赚 谁 who knows 谁知道 这个时候人家就嫁来给你了 这个要有很大的勇气 对不对 很冒险 对很冒险的呀 女人嫁男人是很冒险的 一种生命最大的冒险行为呀 那女人特有勇气的 你看看 他敢嫁给这个穷小子 然后呢 还为他生小孩 哎呀 你知道吗 人类生小孩的痛 如果是十级的话 男人痛到第七级 他就晕倒了 女人可以撑到第十级 女人多伟大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还不 这个臭男人还不带恩 你看 你像个男人吗 你就不像个男人 这是要自己懂这个道理 反之亦然 男人在外面打拼啊 为五斗米折腰了 就为了赚点钱回来 跟老婆在一起生活 那也是要恩 相互念恩 感情就在这个恩 意当中 真上 然后知道说 感情也是限制 也是痛苦 也是难堪 最后修行 真上 同生极乐 这就很好 要这样 不必把感情 我们有婚姻家 就说我们不能修行 不 就是要修行 不是不能修行 出家人中就是少的 在家人中就是多的 在家人都不修行 不然是什么修行 所以恩义之间成就修道的价值 相互提携 相互成长 好了 那么呢 再讲到这样子 意义上 如果你懂 那所以说 在这个 邪淫界上面的概念 那就是到底算什么呢 所以说 其实佛陀他有提到 有守护 就是极边 极端有守 那 我刚刚讲 那个妓女 他是没守护 指的是 这样没守护的话 当然 这是有罪 但没有到正范 原因是 但是不叫做鼓励 我还是不觉得不好 好 那么这就是杀到饮忘 忘我刚讲了 酒刚讲 一切会醉人的都名之为酒 即便他名字不叫酒 也是 比如酒糟 那个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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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破 那个渣 吃了也会醉人 那也是不行 我知道我们在澳大利亚 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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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酒驾是很重很重的醉 知道这五种戒律 你们愿意守吗 愿意 愿意那就好 当然 又有人问说 那是不是我要守到守满五戒 理论上是应该这样 在佛教的戒律当中有不同的派别 有些派别 他是容许你乃是受一条戒 受一条五戒 他是有一种 有导引意义的 意思就是说 与其你都不守的话 少好过守一条两条 他是这个意思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也不会问你 你自己就说我只能守一条或两条或三条 一条两条叫做少分 三条 三条四条叫做多分 守一条叫一分 守两条叫少分 守三四条叫多分 守五条叫满分 这样好不好 不是好不好 就是你要懂不懂 要懂这样 那我当然是希望 不 不是希望 我就是希望 希望你们最好守五条 就是满分 最好就是说满分 要要要要记得 能的话是这样子 那你们看一下 现在现在要问的是 你们有没有遮止受戒的原因 好来站起来 要受五戒的人站起来 我要先问 因为请圣刚刚请过了 第六 看那个遗鬼第六 据 据问遮难 善男子善女人 你今生以来 曾经 第一条 问你们 有或无 你们就要打无 盗取 有没有看到 盗取现前生物佛 你明明知道这是书家人的东西 你还偷盗他 或者欺骗他 或者是倒他的钱 恶意的倒闭他的钱 恶意的倒闭 恶意的欺瞒 恶意的倒闭 有没有啊 没有 就打无 来再来 第二 与六亲比丘比丘尼所行不敬横 就是说 你跟比丘比丘尼 他是正式的比丘比丘尼 但是你有跟他行淫 主要是讲行淫 行淫 就是没有 那有没有在六亲当中 父母兄弟姐妹 儿女 这一类 这样子禁亲当中 这六亲就禁亲当中 去行淫 有没有 没有 这在佛经 你会觉得 怎么问这种问题 是的 在印度是一个很 很广的时代 很广的 他就 他就会做这个事 你要坐下来好了 我只是讲解而已 算了 坐下来 不然让我们站着麻烦 坐下来 我讲解 就是六亲 会发生吗 怎么问这么尴尬的问题 不是的这真的会发生 所以说古人 中国古人讲说 七岁之女 不做父亲的膝盖 注意听 现在西方人不是这样子呢 爸爸跟女儿还会亲嘴 这是西方人 东方人来看 不知道你做啥 现在已经台湾人也跟着学了 我就看到很多 脸书上很多 爸爸跟女儿在亲嘴 妈妈跟儿子在亲嘴 这七岁以前 我想算了 七岁以后真的不能这样干 是这样 有了我母亲会亲我的额头 为什么 有没有发烧烧 他都要亲这个 他用嘴唇去处 就定夺是这样 我亲我母亲也是亲这里 亲嘴 这奇怪 这西方人是什么想法 不管 你知道吗 在甘地要进行印度统一的 印度独立的时候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认为 西方国家认为 印度能够真正独立 因为印度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印度从古以来 他就不是一个国家 他就是一个帮族一个帮族 各自独立干活 他是被大英帝国 他硬把他统治起来 印度也因为这样子 他才感觉 他们应该要结合 他有一千多种语言 在印度本土上 你看这样子一个国家 怎么斗在一起 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他成功了 没有经过一炮一弹 把英国人赶走 把印度人这一千多个语言 隔一条河语言就不一样 这种国族 他居然能够凝聚成为一个国家 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 就是这个东西搞不定 对女人 就是欲望 你看这就是欲望 这就是欲望 淫欲 淫欲的欲望 在伤害着他们 所以一个 印度做一个佛陀的故乡 我们做一个佛弟子 不应该要视而不见 好 那么这样子就五戒清楚了 推清楚了 要不要来受 愿意吗 愿意 好 那么愿意我就继续讲讲下去 在于父母思想有病时气去否 这是指恶心气去 也就是明明唯一只剩下你能够照顾 你还恶意的 恶意的 我不照顾 你去死吧 我不管 你以前没爱我 我现在不爱你了 是不行这样子的 这样懂吗 这个气去 气这个字呢是恶意的意思 有时候是你在国外做生意嘛 没办法赶回来 这个基本上一半一半 就不是说直接叫做气 但是呢如果你太爱金钱不爱爹娘 这个就有这种感觉了 就要看你自己的心理状态 现在都是全世界做生意 全世界移民去了 爹娘留在自己的国内 到底算不算恶心气去 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的想法是说 你心里不恶 但是你尽量做到的赶回来帮忙照顾 好歹你出个钱 请个非庸 请个什么印庸 请个什么印尼庸 什么庸的 你也得这样做 好 再来杀害菩提心众生 这事情很严重 什么叫菩提心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愿意利益一些众生 愿意求佛道利益一些众生 他已经发这个怨心了 你还杀他 狗也可能 猫猪羊蛇 只要听得懂人语 都可能发菩提心 这样听懂吗 那你明知还杀他 不知就算了 再来就是我们不要吃活体 真的不能吃树的话 也要吃三净肉 这样了解吗 好这样知道 三净肉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杀 见闻为三者 我不见到他在杀 来吃 或者 不闻杀 他临死自己哀嚎 我来那边吃 不能叫他杀 对对对 就是为我杀 就是说 我叫他为我而杀 不可以这样 就是海产的电影 有没有 鸡背鸡背鸡背 这条这条 那个鱼是瞪你 叫不死 叫不死 瞪你 你跟他讲这条这条 那鱼游了好好的 你来了就要 我让命要挂掉 对不对 就是为杀 不可以这样 好 那么就是这样 但是有人又说话了 他说哎呀那世尊说了 三净肉 那这样我们还是不要吃素 我们要吃三净肉 中庸一点 这话对不对 当然不对 这是不得已 你怎么讲的就是中庸 中庸是两边平衡 吃素跟吃肉 两边中间叫做 不吃三净肉 吃三净肉 是讲这个意思 那才不是的 佛陀是说 应该吃素 但你脱波 没办法都吃素 那你要有这个条件 你能吃素了 你就应该要舍掉 这个三净肉 你要专心吃素 他的本意是这个意思 十一切众生肉 断大慈悲总性 律上是这么讲的 十一切众生的肉 断大慈悲的总性 但总性一断 你不能成佛了呀 所以没有一尊佛 是吃肉 吃肉排 吃牛排成佛的呀 这样懂吗 哪一尊佛 你看看哪一尊佛 你们用牛排去拜他的 要命 是不是 所以吃素是成佛之因 好 来 發展 再來犯五逆罪 什么五逆呀 沙父沙母 沙和尚沙阿瑟黎 破结魔转法伦生 这五种 沙父沙母 你懂了 沙和尚沙阿瑟黎 和尚就是你的 你的 皈依四父 他等同你的生生父母 沙和尚 沙阿瑟黎 阿瑟黎教你佛法 有和尚不在他教你佛法 再来第五种就是 你去成立一个僧团 到寺庙里头去 寺院成立另外一个僧团 跟原有的僧团对抗 也形成了一个诵戒的行为 你不可能呢 我们在家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对吧 所以这也不会 这叫做忤逆罪 有没有犯啊 没有 无 是吧 我跟你讲清楚 你说无 那叫很清楚 那第六就是犯贼注 就什么叫贼注啊 假装出家人 那假装装不起来啊 你们都留着头发怎么假装啊 是不是这样子 假装不来 他有可能 净品有可能 这样懂意思吗 就是假装出家人 然后去做出家人的事 去送戒 送经 送经 接受人家鼎礼 对这一类的 好不好 有没有这样做的啊 无 很好 那么我正式的问一遍 来站起来了 三男子 三女人 你今生以来 曾经一道举现前生物佛 大声一点啊 二于六亲比丘比丘你所行不敬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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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于父母师长有病时弃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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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发菩提心众生佛 佛 佛 一句一句一句的念 好不好 我弟子某某这个时候呢 就是以你 在家名字 不 你已经 不是在家 不是在家 就你已经皈依了 那就用你皈依的名字念了 好不好 好 以下都念皈依的名字 我弟子某某 我弟子某某 对对对 第七 我弟子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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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于无始 从于无始 起至今生 起诸邪见 起诸邪见 不信因果 不信因果 毁破三宝 毁破三宝 断福利种 断福利种 道大圣经 道三宝物 道三宝物 不信犯恨 不信犯恨 六亲行云 六亲行云 父母病气 父母病气 沙菩提众 亲近二友 违背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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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逆杰柱 忽逼杰柱 病柱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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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作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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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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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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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量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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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大惭愧 喜大惭愧 至成忏悔 至成忏悔 祈求三宝 祈求三宝 祈悲赦佑 慈悲赦佑 放智慧光 加持弟子 加持弟子 忏悔诸二 忏悔诸二 建除三藏 建除三藏 造建武运 造建武运 其诸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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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幻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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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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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二称 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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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忏不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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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忏本心圆 忏本心圆 忏静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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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问云 忏静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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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正寿 接著就開始 就一樣是對我唸 有沒有 一樣是對我唸 一樣是發願 跟剛剛那歸一意思是一樣 文稍稍不同而已 意思是一樣 就阿瑟里純唸 有沒有看到 我弟子一樣唸歸一的名字 我弟子某某 歸一佛歸一法歸一身 進行寿 要唸進行寿 你們是一輩子的吧 進行寿為滿分 我剛剛講 盡量滿分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說少分 一分多分 那麼五屆優婆 男生唸優婆色 女生唸優婆乙 那麼如來至真 等政決士 我是尊 跟剛剛一樣 好不好 好 來 開始 阿瑟里純唸 我弟子某某 我弟子清清 歸一佛 歸一法 歸一身 歸一身 盡情寿 歸五屆 歸五金滿分 歸五屆 五屆滿分 優婆色 優婆乙 歸五屆滿分 優婆色 優婆乙 歸滿分 五屆 來 重來一遍 歸滿分 五屆 優婆色 優婆乙 好 你們男眾就唸 歸五屆 女眾唸 優婆乙 女眾唸 優婆乙 歸五屆 優婆乙 歸滿分 五屆 優婆色 優婆乙 歸滿分 五屆 優婆色 優婆乙 歸滿分 五屆 優婆色 優婆乙 歸滿分 五屆 優婆乙 歸一佛 歸法 歸身 歸身 盡情寿 迴滿分 五屆 優婆色 優婆乙 盡情寿 迴滿分 五屆 優婆色 優婆乙 如來 女眾唸 優婆乙 女眾唸 優婆乙 不能唸 優婆色 男眾直接唸 優婆色 女眾唸 優婆乙 你們要自己分 要分好 來 再來 如來 如來 至尊等正覺 如來至尊等正覺 是或是尊 好 忍心 來 第三篇 阿瑟黎 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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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弟子 諾 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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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 非神 非神 盡情寿 為滿分 五屆 優婆色 優婆乙 盡情寿 為滿分 五屆 優婆色 優 如來 至尊等正覺 如來 至尊等正覺 如來 至尊等正覺 是或是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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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其 六 十五點 零一分 應該零二分 十五點零二分 差一個小時 不是五點 十七點 五點 下五點 好 記起來 這是你不但成了一個三寶弟子 而且還受了五戒 這樣 好不好 剛好是零二分 多一個小時 多兩分鐘 好 現在一樣三節宣告 你已經是五戒的三寶弟子 來 跟著師父唸 阿釋里 承唸 阿釋里 承唸 我 我 弟子 某某 我 我弟子 嚇以佛 竟 回佛靜 歸法靜 歸法靜 歸塔靜 歸深靜 歸深靜 進行受為五屆滿分 優婆色 進行受為 法靜 優婆色 優婆色 如來 至尊等正正覺 如来自尊等正觉 是我是尊 是我是尊 我弟子某某 我弟子亲自 归佛境 归佛境 归法境 归神境 尽行受为满分五界又不是何宜 尽行受为满分五界又何宜 如来自尊等正觉 如来自尊等正觉 是我是尊 是我是尊 我弟子某某 我弟子亲自 归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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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神境 归神境 尽行受为满分五界又何宜 尽行受为满分五界又何宜 如来自尊等正觉 如来自尊等正觉 是我是尊 是我是尊 很好 那么接着是四界相 回书搜索 那么四界相是我来念的 我告诉你说五界是哪个内容 你要念仁慈 好不好 第一 第一 尽行受不杀生 是幽不赦 幽不一界 能持否 第二 尽行受不偷盗 是幽不赦 又不一界 能持否 第三 尽行受不邪引 是幽不赦 又不一界 能持否 能持 第四 尽行受不妄语 是幽不赦 又不一界 能持否 男持 第五 尽行受不饮 是幽不赦 又不一界 能持否 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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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尽行受不杀生 是幽不赦 又不一界 能持否 男持 第二 尽行受不偷盗 是幽不赦 又不一界 能持否 第三 尽行受不邪引 是幽不赦 又不一界 能持否 男持 第四 尽行受不妄语 是幽不赦 又不赦 又不一界 能持否 男持 第一 尽行受不杀生 是幽不赦 又不赦 又不一界 能持否 男持 第二 尽行受不偷盗 是幽不赦 第三 尽行受不邪引 是幽不赦 又不赦 能持 第四 尽行受不妄语 是又不是又不一界 能是否 能是 以武尽行 受不饮酒 是又不是又不一界 能是否 能是 好 闻讯 很好 那么这样圆满了 然后再来大家起来 也已经有皈依的 刚刚今天有皈依的 还有没有皈依 已经皈依的水洗众 大家一起来 师父们坐着 大家一起起立 我们回过头来看发愿文 就是那个什么 归一以轨 里头第九 有没有发愿 一起来发这个愿 随灰师傅 违诺师傅念 众生无边试愿度 念一句 你们跟着念一句 众生无边试愿度 众生无边试愿度 凡那无尽试愿段 我们无量试愿学 法门无量试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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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无边试验度 环绕无尽试验段 我们无量试验学 佛道无上试验成 很好 那么现在我们把显义的念一遍 跟着一起念 显义就是说 你受三规乃至于五戒 它有什么利益 这样知道吧 其实是三规就有这个利益 一一起来念 一 入佛指数 得如法学修佛法 二 信心真上 悼念争扎 三 受三把加倍 不堕恶道 四 受善神护月 免受磨绕 五 不为人天非人等所降灾祸害 六 灭诸三藏 我的印度 见面诸三藏 七 极广四出世间福报 八 人格道德日长 为人所尽 九 善愿皆成就 十 执欲善知事 与诸善人聚 十一 素成佛道 接下来劝修 我们继续念这个劝修 就是说你们大家三规五戒完了之后 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 尽量去做 特别是这六样内容 每一样都有四句 来 我们一起念一下 一 恭敬三宝 一 恭敬三宝 顾持佛教 等敬身杰 五身身杰 二 远离二游 清净之士 成事师生 不提不见 三 敦伦敬问 碰功修德 随学五戒 敬求五戒 四 听闻佛法 思维法义 日常意念 随力实现 五 断乐修善 自尽其意 招募定刻 时时还时 六 碰功念生时 发福底心 信念慈敏 决定幻生 非常好 那现在这样子圆满了 我们也恭喜大家 那我们回向一下 受戒功德书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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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奔圣福皆回向 无奔圣福皆回向 不愿成立诸友情 不愿成立诸友情 受户无量光博萨 受户无量光博萨 十方三世一切活 十方三世一切活 主尊菩萨摩尔萨 从辞倫无恶莫的 灯尓菩萨摩尔波罗咪 摩尔波罗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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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发光博萨 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划播账号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救护生命 明镜月观世音菩萨书生功德日 善恶行呈十兆贝 适逢农历6月19 观世音得到纪念日前夕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传授八观灾戒 即礼拜大悲战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8月4日星期五 上午8点半传授八观灾戒 下午1点半 礼拜大悲战法会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共同佛佛恩 佛教慈悲至业 花莲分会 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起见观音祈福法会 消灾超见点灯供水 要供甘露诗时 佛前大供 恭请法无声众 共同领众 日期8月5日到8月6日 星期六日 每日上午8点30分开始 恭送大乘庙法联化经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余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今生哑巴 前世毁谤正法 他在说什么 有听闻过吗 他光听就讨厌 怎么说都一样老套 经上说的你们也信 一群老古板 前世无名毁谤正法 今生哑巴 今天是六灾日 为四天王视察 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在界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时时 也就是迟灾过舞